可以 可以 今天这期呢给大家介绍 一个弱度非常高的解码尔方译题机 就是我身边这台银色的天鹰座二代 在两年半以前天鹰座一代问世了 一经问世呢几乎成为了 四千元左右价位的一个标杆了 无论从它的外形 还是从它的声音以及它的异用性上 都是值得推崇的 而且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 在这个价位好像无人能出其诱 甚至一度掀起了解马尔放这么一个小高潮 那么两年半已经过去了 天鹰座呢就逐渐的开始升级了 升级下一代就是我们身边这个天鹰座二代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这个二代和一代 有什么质的区别 我们还是从外观上说吧 我们这回拿到的是一台银色的天鹰座二代 这个银色的天鹰座二代呢 面板和一代几乎是一致啊 就是比较简洁 一个不大的单色LED屏 一个可切换的电微器旋钮 另外呢有三个耳机插孔平衡和单端 基本上很简洁很漂亮 那么我们看它的背部和一代的天鹰座 几乎也是一样的 电源的输入 数字音乐的输入 比如说光纤 铜轴 USB AECBU 那么还有两个输出 一个是RCA端的模拟输出 另外一个是平衡的模拟输出 也就是说这台机器 不光可以作为解码耳房一体机 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解码前级 如果您有一个相当优秀的有缘音箱 或者是您想外接更高品质的耳放 工放 它都可以实现 细心的朋友可以观察到 在欲龙动官网上 它是如何形容二代的呢 就是ACRA二代 PCM768 DSD512 全平衡解码耳房一体机 重点在哪 PCM768和DSD512 乍一看呢 这个数值相当的高了 几乎我认为 比我们正常民用的 HiFi水准要高很多了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隐喻是什么 也就是说 二代和一代所用的解码芯片 应该是不同的 事实证明确实也是不同 一代用的是AK的4497 而二代则选用了ESS的9038系统 那么这里它所使用的9038 是用的9038Pro这套芯片系统 这台机器呢 有几个亮点啊 首先我们有减入设 减呢 就是说9038系统的规格 相当的高 解码规格呀 解码规格这方面高 体现在PCM直接到了768 DSD912 甚至于说 它的全系输入达到了DOP128 这个数值几乎挺恐怖的了 另外一点要说的 实际上在基于传统高规格 解码耳方一体机的基础上 实际上天鹰座二代呢 对于无论是iOS还是安卓 甚至于Windows系统的一个大幅度优化 也就是说我们除了用电脑 除了用iPad 除了用苹果手机或者是安卓手机以外 我们对于任何的平板啊 播放系统啊 通过OTG或者是USB连接 都能有更好的体验了 还有值得一说的就是 它的整个FP结构架 以及这个飞秒系统啊 还有这控制抖动这方面 和它的更上一层的旗舰叠时 几乎完全移植下来了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 这台机器可以理解为天鹰座二代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天鹰座的一个大升级 好了整体外观以及内部构造这块 就跟大家说到这 那么我们下一步干什么 听声音 所有的飞机早已经落了停 我还以为你在等待你的姓名 茶旅客名字没有你的登记 坐在回家的taxi里 沿途找你 把你的名字写在夜上洗净 飞离 让你保持离我心脏最近的距离 再也不用担心会和你断了练习 一辈子也要在一起 把你的名字写在夜上洗净 飞离 让你留在离我心脏最近的距离 就算下辈子你和我断了练习 可我还会记得你 把你的名字写在夜上洗净 飞离 让你保持离我心脏最近的距离 再也不用担心会和你断了练习 一辈子也要在一起 把你的名字写在夜上洗净飞离 让你留在离我心脏最近的距离 就算下辈子你和我断了练习 可我还会记得你 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 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豪气而睡着 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剑衣也觉得 是不能继续在竹窗里做磨疼 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 除了场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 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 再见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 在白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 在离开前能否再见哪一个 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我的手臂将会挥着 谁说时间早已没有选择 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乐 唱几分钟情歌 没什么 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是什么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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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别的机器仅限于天鹰座二代这台机器上 我们几乎可以忽略9038和4497之间的差别了 他们俩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了 体现在哪里我说一下 如果用800听古典音乐 凝重感 凝重感有 规模感有 以及我们原来老说800的贵气也是有的 甚至于说在人声方面会拉近了一点点 大家老说800的声音偏薄 然后人声偏远 那么他就会给你拉近了一点点 如果您要是说特别喜欢浓浓浓模拟味的人声的话 可能传统的4497和9038依旧达不到您的标准 那么这台机器如果您要喜欢特别接近 特别贴耳 特别模拟的声音 我给大家出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赤重金啊 就是万元左右 买一个尽浪的银乌托邦那个耳机 那他们俩搭配简直听人声就是绝了 如果您是一个喜欢听古典乐 民乐 弦乐和流行音乐的朋友 这台机器是一个福音 首先我说说中低频的稳重度这方面 无论您使用是650 600还是880 1990甚至800T1这一块 这台机器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要推力有推力 要音乐味有音乐味 甚至于有一些比较庞大的规模感在里边 比较强的叙事性在里边 听弦乐 古典乐 这台机器完胜 那么另外听人声 比如说听女声 它的中高频是比较衔接到位的 那么我们听一些像蔡秦良静如这种女声 因为女声的声音走中高频 再加上弦乐的一些硬衬 声音非常舒服 过度非常好 在高频这方面 使对了耳机 声场宽阔 当然您说我使一个封闭的耳机 比如说像天龙这一类的 或者三角这一类封闭的耳机 那么声场这方面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通透度又上去了 所以这个耳机在中高频这方面让人爱不释手吧 我们老提到一个滚降点 它的滚降点设置的和传统的天龄座是一样的 听小提琴 听树琴 听琵琶这一类传统中高频比较精彩的乐器的时候 很舒服 不钻耳 不刺耳 即使没有包开 中频这块也不是那么非常干冷刺的 所以这台机器的功力在中高频这方面 结像点很清楚啊 非常的清楚 定位也比较清晰 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机器的优点 是不是也要说一说这台机器的缺点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如果人生要能再靠前一点 能够满足大部分人听 模拟类型人生 那么就完美了 但是毕竟在四千元左右的价位里 这台机器我认为依旧是属于标杆级水平 依旧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行了 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我们栏目的朋友关注一下屏幕上的微信公众号 多转发 多点赞 就这样 再见